中秋节晚上好 关注大马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您好 我是张忠宁 首先来看新闻焦点 我国今天暴增260起确诊病例 其中259起是本土病例 当中沙巴站的118起 几打98起 沙巴疫情严重 国防夺场宣布3号开始 沙巴州将会实施禁止划线令 直到10月16号 我国一家七口贩毒 七名男女落网 这个贩毒集团 以64岁的一家之主为首 最年轻只有35岁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 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暴增260起确诊病例 这是我国疫情爆发以来 第二高的单日新增记录 其中259起本土病例中 沙巴站的118起 几打98起 今天还新增了4个感染群 但是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卫生总监丹徐语上 劝请国人 如果没有重要的事 尽量待在家中减少外出 我国新增260起确诊病例 其中259起是本土感染病例 另外一起是境外输入病例 卫生总监丹徐诺医上指出 今天新增的259起本土病例中 有118起在沙巴州 几打州98起 吉隆坡14起 雪兰娥13起 其中有31名患者 曾经到访沙巴州 今天新增4个感染群 包括佛罗交仪 斗狐 雾城 和巴生 除了吉兰丹 霹雳 森美兰 沙拉月和纳敏 没有出现新增病例 其他州属都有出现新病例 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病例达11484起 我国今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病例 维持在136起 卫生部指出 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有47人 目前累计康复出院的人数有 1014人 目前还有多达1334名确诊患者 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20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三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随着沙巴的疫情严重 国防部高级部长 德德西伊斯曼萨比宣布 从3号开始 沙巴州将会实施 禁止跨线令 直到10月16号 伊斯曼萨比今天发文告指出 这项跨线限制措施 将从10月3号凌晨12点开始实施 直到10月16号 然而在这段期间 基础设施行业 包括生活必需品 医药安全等领域 将能够豁免跨线的限制 至于正在接受隔离的人士 他表示 相关人士在隔离期满后 依然能够返回各自的县区 或是回到马来西亚半岛 沙拉越和纳敏 另外他强调 早前宣布在陡湖 拿赌 古纳和仙本纳四克县区实施的针对性加强行管令 将如常实施 沙巴州政府将会进一步说明更多详情 而政府也会针对沙巴的情况 不定期做出宣布 彭亨州目前有八起活跃病例 分别是关单四起 而连突四起 彭亨州政府今天下令 州内的商业活动只允许营业到午夜十二点 不过医药中心诊所和邮站不受限制 州政府强调 所有活动必须遵守标准罪程序 如果无法有效的遵守 所有活动将不被允许进行 彭亨州政府秘书Darshi Salehuddin在文告中指出 商业活动、便利店和商业场所 只允许营业至午夜十二点 而且必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如果无法有效控制 那么所有活动都不被允许进行 另外他在文告中也指出 凡是出现活跃病例的线署 所有群聚活动都必须从发现最新确诊病例开始 暂时停办十四天 包括涉及超过一百人的宴会 所有在新冠肺炎活跃病例地区的清真寺 祈祷室和宗教场所都必须关闭十四天 此外在活跃病例的地区 所有的一日市集和夜市也必须暂停十四天 至于曾经与确诊病患有密切接触的学生 在等待检测结果出炉前 有关的学生就读的班级必须关闭十四天 由于五名内阁部长从沙巴返回西马后需要隔离 因此原定在这个星期召开的内阁会议也被迫取消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特斯伊斯曼萨利 促请任何有症状的人士立即前往诊所或医院进行筛检 根据报道 这五名内阁部长包括国防部高级部长达特斯伊斯曼萨利 外交部长达特斯伊斯曼萨利 内政部长达特斯哈姆萨 清理部长达特斯瑞萨 和农业部长达特斯瑞萨 他们是在上个星期六到沙巴为该州州选局助选 按照卫生部建议的标准作业程序 他们从沙巴返回西马后需要接受隔离 不但如此每个星期三召开的内阁会议 也因为数位内阁部长接受隔离而无法进行 内阁会议的取消也是防疫新冠病毒扩散的措施之一 反贪委会分析2014年到今年6月 国内有将近一半的贪污案件 与政府机构有关 华语新闻稍后继续 俄内蒙 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贪污现象有增无减 根据反贪委会的分析 从2014年到今年6月 国内有将近一半的贪污案件与政府机构有关 大部分的涉贪者都是来自采购部门 由于公务员贪污的现象日益猖獗 政府首席秘书Dansrima-Mazukiali表示 当局将会严正看待有关现象 尤其公务员是推动政府议程和倡议的主要单位 一旦出现贪污腐败的情况 将会大大阻碍国家的经济复苏与发展 他透露为了遏制这种不良风气 政府将会推动四项反腐败运动 当中包括建立强大与坚定的领导团队 增强政府机构的能力 确保政治透明化 以及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他是在登加楼反贪委会大厦 出席反贪委会成立53周年纪念活动时 这么表示 联邦土地发展局旗下的环球投资控股被指剥削劳工 因此该公司的棕油产品被禁止出口到美国 对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指控 该公司做出驳斥并且感到失望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表示 这项禁令是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做出的决定 调查显示 环球投资控股在棕油生产过程中 存在强迫劳动和可能使用同工的问题 而针对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指控 环球投资控股今天发出文告强调 该公司在过去数年一直采取积极行动 表明尊重人权及维护劳工标准的承诺 包括只通过合法渠道招聘劳工 提供医疗保险和无限制住院治疗今天 与此同时 该公司也已经成为美国华盛顿公平劳工协会的成员 目前跟随该协会推行一项长期且全面的行动计划 以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劳工措施 环球投资控股补充 该公司会持续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进行沟通 并相信凭借该公司致力于尊重人权和遵守劳工标准 一定可以为自己洗脱有关指控 原任吉隆坡市长达多农医山的两年任期届满正式卸下职务 新任吉隆坡市长尤达多马哈蒂 接任为期两年并将在明天早上宣誓就职 马哈蒂是前吉隆坡执行总监 联邦直辖区部长丹水阿罗姆萨今天在部城召开 此外联邦直辖区部社会经济组秘书 达多姆萨阿斯密则受委担任部城机构主席 任期两年即日起生效 长途巴士司机因为打瞌睡或超速造成意外的事件 屡见不先 吉兰丹陆路交通局规定该州的长途巴士业者 路程超过300公里或4个小时的车程 需要有一位副驾驶以降低意外的风险 吉兰丹陆路交通局行动部队指挥官 毛马哈蒂表示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驾驶拥有充足的休息 以降低车祸发生的几率 毛马哈蒂是在吉兰丹执行行动时向媒体这样表示 另外当局也在行动中逮捕了五名违反许可证的泰国籍女子 以及六名违反复苏式刑管令的人士 柔佛州警方今早破获一起由一家七口组成的贩毒集团 警方相信这些毒品是从泰国入境 姓名被捕的男女嫌犯以64岁的一家之主为首 最年轻的只有35岁 警方表示一旦罪名成立 他们将面临死刑 柔佛州警方今天早上展开四项拘捕行动 成功逮捕由一家七口组成的贩毒集团 这七名毒贩涉嫌新山和伊斯干达公组成一带的贩毒活动 柔佛州总警长阿尤康表示 这个名为赛党的贩毒家庭成员 年龄介于35岁到64岁 主嫌犯是64岁的一家之主 其他成员包括他的妻子 两名儿子 一名女儿 泰国籍媳妇和女婿 该名主嫌犯曾经在2003年涉及毒品活动而被捕 服刑十年后出狱 七名落网的嫌犯接受检验后 证实只有主嫌犯曾经吸食冰毒 其中两名嫌犯则有毒品活动记录 阿尤康表示 这些毒品相信来自于泰国 雪兰儿一个经营超过20年的配电盘制造厂 涉及偷电活动长达6个月 导致国能公司每个月损失4万应急 更令人惊讶的是 业者偷电是为了进行比特币挖矿活动 执法人员在行动中充公了大约200台机器 大马能源委员会调查组高级副总监 白鲁指出 当局今天亲自率领国能公司 内陆税收局和书邦在野市议会执法人员 到浦种一间配电盘制造厂 展开突击行动时 揭发了有关的案件 Virus表示这也是首次发现有人在工厂内偷电经营比特币挖矿机 该业者的行为已经抵触1990年电工法令第37条文 最高可以被罚款500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10年 或者两者监失 另外当局呼吁民众不要改装电表 一旦发现任何非法接电或偷电活动 要立即向大马能源委员会及国能公司反应 今天农历8月15庆中秋 月饼的款式又多又新颖 但不少人还是喜欢主传老字号 谢谢节新闻一起听听老字号传人 用心守护中秋月饼的温馨故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 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 即使今年的中秋节受到疫情影响 但是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还是不能少 说到中秋月饼 虽然市面上有许多新颖的月饼 但是不少人还是喜欢祖传老字号的月饼 这个中秋节一起听听老字号月饼传人的温馨故事 位于吉隆坡瓷场街一带 有着两间家喻不晓的老字号月饼 他们到现在还在坚持亲手制作传统月饼 虽然没有推成初心的新颖口味 但饼皮里包着的却是他们对中秋家节满满的祝福 坐落在鬼仔巷的品尘茶室 如今已稀释点心蛋塔闻名 但身为第四代传人的黄国东 依然没有忘记祖伯对中秋家节的重视 品权老字号从1893年就已经在慈草街起家 看着黄国东默默地窝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 用心揉着饼皮 挫着莲绕线 另一头的顾客切过一盒又一盒的月饼 淳朴又简单的传统式折合 却散发着浓浓的古早味 我记得五年前 一次庆明节 我去拜祖先的时候 想回来再证明一下 我没有能力把它重新做起 那种感情 好像爸爸妈妈带小孩子来吃东西的时候 或者老人家带来的时候 他们上去吃东西那种感觉 那种亲情 现在很多人都低头足一乐来按按按按 拥有百年历史的品权老字号 经过多次的搬迁 终于从慈场街的61号 搬到了这一条鬼仔巷 现在更成为了这里的热门打卡景点 但身为品权老字号的第四代传人黄国东 依然没有忘记主业的理念 坚守着传统的中秋月饼 留住老字号 走过了一条大街 来到了这间祖传三代的双阴灾 曾经在90年代红极一时的双阴灾有家 因为父亲受伤而停止营业三年 后来又因为不舍得祖业因此失传 而重新鼓起勇气 无论多辛苦都要做下去 走进这家淳朴的双阴灾 在这里揉着月饼面皮的都是 年过半百的叔叔阿姨 他们都是曾经与双阴灾一起长大的老员工 第三代传人李金福 非常怀念当年老字号里的人情味 因此特意邀请他们回来 并将他们视为家人一般 无论岁月多么不饶人 双阴灾依然会为他们保留着一席位置 我接手这个品牌因为我有一帮很好的 我说是家人 我们要做到的style就是请回那种 old timer 还是我们叫做golden age的人 他们在家没有东西做就可以来到我们这里 大家讨论 说一些月饼出来给每个人知道 考试金黄色的传统月饼 功力令人赞叹的七星半月 才刚接手三年的李金福 已经把老字号打理得有声有色 李金福向记者说出他一段非常有趣的过往 年轻时的他本来不易接手双阴灾 而是祖先到他梦里所托 所以作为老字号唯一传人的他 只好背负起重担 重振家业 我是每天晚上每几个月就发梦 说这么这个年轻人不要拿回自己的品牌回来 因为以前真的没有月饼的 他们都不懂什么是月饼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月饼就用爱心的送给 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坚持就是一直 一定要做 你不做 人家都没有得送你的爱心给别人 老字号新生命 广国东和李金福这两位后人 用他们的坚持与热情 给老字号一个重生的机会 他们用心思去守护每一个传统的手工月饼 让中秋送礼不仅仅是一种社交礼儀 而是中秋佳节 你我还能感受到彼此互相惯念的温馨与情怀 RTM中静妮专题报道 今年疫情下的中秋显得格外冷清 但是如风麻坡中外一小逼笑的师生 却以手工创造出一个个充满色彩的中秋作品 新闻的尾声一起到中秋展览会走一趟 我是张忠林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